欢迎收看2月16号大花莲地方新闻 我是杨梓生 新闻一开始带你来看到的是 推动10年经历15次流标 2022年4月动土披荐的光复乡 马太安风雨计划工程接近尾声 原明会主委一降保禄 16号下午3点 在县府以及地方公所的陪同下 来到公区现场会刊 由于部落也积极的争取后续围管经营 主委对此也乐见其成 当初亲自持产 动土的原明会主委一降巴洛尔 16号的下午3点 来到公区现场会刊 专注听取县政府简报 并且进入建筑工区内 里里外外从头看到尾 以了解马太安风雨计划 整个工程进度 以任而解 这个是我们的期待 希望能看 他现在开出 看出这领域就要完成 来 骰之论 以信财时会用新的计程来办理 没有 这个了解 好 这个了解 光复山马滩部落风雨计划工程 历经14次的流标 终于在2022年4月顺利动土 赤字1亿7千9百多万元经费 费时两年多的僻建 如今工程接近尾声 部落族人也高度期待 在这里我还是要一再的强调和提醒 因为我们花莲县政府呢 在我从第一届的时候 就一直不断的提出 关于我们的经营管理营运的模式 我们要怎么样部落来共同合作 以部落为主体性的部分 那培育的这个人才培育 以及经营管理的培育的部分呢 我希望我们呢 现在目前是中央的工程项目的经费合并 那我们人才培育的部分呢 希望县府这里也积极的来提出计划 向中央争取 等了十年 如今风雨计划建筑场域展现雏形 马太安部落也早已进行包括传统文物收集策展 导览人才培训等等的准备 期盼未来能接手维管经营 主委对此也乐见其成 将来的整个营运的部分 蔡仪金医院也很关心这个部分 那简单讲就是 我们请工所包括县府 整个主题工程完工之前 其实可以提前跟圆明会申请 关于文创 关于这个我们的文物展览的 这些后续的这些协助 甚至我们的这个产业计划 因为我们也有经济发展处 那这个部分统合以后呢 我相信独播处长应该也可以很快的 其实不要等到实体工程完整之后 才报这个计划 这样就中断一段时间 那只要我们工所跟县府提出 相关的这个需求的话呢 文明会会前进来支持 风雨计划主体工程 预计在今年六月完工 接续第二期包括内部设施 以及丰年5G厂 总经费将近1亿6千多万元 县政府原民处也正积极赶办上网开工作业 若没有问题 计划在115年6月完成 预计在同年9月份 整个园区开放式营运 部落10年的等待 终于在明年能开花结果 记得十一欲栏光复采访报道 多谢观看